爱心不弱人后 巴德三清宫持续每年捐赠物资给弱势家庭 昨日将中原幅度的4000斤百米物资捐赠给巴德市公所 由市长何正森代表见证 并颁发感谢状给住持秋妙增 何正森也带着妻子在三清宫上香祈求国泰民安风调与顺 何正森说 感谢三清宫发挥爱心来给弱势家庭 让贫困家庭获得帮助 我们巴德市在广乎路的三清宫 它是一个可以说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公庙 然后它每一年中原幅度的华会 当这个华会完成的时候 它就提供他们所有的物资来给巴德市的中低收入户低收入户 那当然除了捐赠给他们直接收费之外 我们还将一部分存在我们的安家银行 让我们这些急需使用这些物资的人 能够到安家银行来领取 那当然这一个数量蛮庞大的 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东西 就是大概米大概有4200多斤 加上面条加上沙拉油加上补制的所有的一些祭品等等 所以也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这些中低收入 以及我们的安家食物银行 SAMANTI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